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形成一个直接往下的一个跳空缺口的一个拉回 那变成说这个拉回就是说 在从前天指数做到当创高 然后创高之后今天形成一个 在昨天形成一个叫直接往下这个跳空 那毕竟我想就是说 以在这个波段就是说 我们在昨天这个节目当中 特别跟各位做强调就是说 以在这个就是说他这个波段的这个拉回 拉回各位你就密切去观察 这个在前天礼拜一 就是说在礼拜一那个时候 这跟大量K棒的这个低点 能不能去做到一趟利手 能不能去做到一趟利手 那毕竟我想以昨天那个 直接往下的一个跳空的一个缺口的一个 一个拉回 我想这个已经是正式宣告 就是说这个波段会先进入到整理 先进入到整理 那毕竟整理到底如何来做个后续的一个观察 我想各位你不妨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在这个跳空缺口 就是说在昨天的这个跳口 它的一个在高点的一个部分 跳空缺口的这个高点 是落在这个前天 前天那一天的一个低点 落在这个10489 10489 那变成说这个10489 这个往下这个跳空缺口 如果说能够去做到这样回补 那回补的一个这个前提之下 就是说回补完之后 这个盘依然持续性还是一样 这是强势的一个转强 那转强的一个后续当然的话 前波这个低点 前波那个高点 在前天的那个高点 1万10545 10545的一个高点 都还能够做到一趟持续性的一个创高 持续性的创高 那如果说这个支撑区这个低点 这个低点 10341 10341 去做到一趟跌破 那如果说跌破的这个前提之下 这个盘 它就是说拉回了一个弧度 甚至就是说 这个整理的一个时间 就会做到这样的拉长 那往这个是 反而 这个破了 破掉一个支撑的一个后续 会延续为一个叫做高档的一个震荡盘 那毕竟我想 以在现阶段 这个大盘就是说 处在这一根K棒 这个高低的这个 这个range的一个区间之下 我想 短线上就一个大盘的一个角度 先做整理 先做整理 那后续你就各位就密切来观察 不管是说 跳空缺口 往下这个跳空缺口 能不能去做到这样回补 回补这个盘 依然回升创高行情都还要走一个延续 那如果说 这个这根K棒的这个支撑低一点 跌破了这个前提之下 我想这个盘 就是说等于后续会有回升的一个行情 转化为一个叫做高档的一个震荡盘 那各位就针对这个区间 好好去密切观察 后续的一个演进就OK 那这是针对大盘的一个部分 那讲到就是说个股操作的一个部分 我想我们在今天一样 针对我们这档老朋友 真的是我们的投资朋友们 先跟各位发生共亿 就是说以今天这个3105的文贸 今天盘中 盘中强攻涨停 强攻涨停 那我想以今天它那个股价 股价已经来到多少 来到174块钱 174块 这个又是持续性改写 改写它那个波段的一个 就是说它那个历史的一个新高 历史新高已经来到174块钱 174块钱 然后在今天盘中一度是亮灯涨停 那其实针对我们帽这档标的 其实我们在今天一样很清楚 告诉各位就说 我们在今天的170块钱 这上下我们已经带着 我们的货文朋友们 先把它去做到一趟 获利的一个初清 获利的一个初清 170块钱上下 因为毕竟它今天涨 涨停板最高是来到174块钱 后续有做个拉回 那之所以我们在今天会做 会采一个叫做 往就是说卖的一个 获利了结的一个这个动作 我想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还是落在就是说 以它今天这个量 今天我帽的一个量 已经报到这个 25000多张 我看这相对应 都有可能是它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新天量 变成说今天是形成一个叫量价同时到顶 量价同时在到顶 那我想后续就说 后续这一档个股 能不能什么时间点再做个回接 变成说你要去密切观察这个量 是不是能够持续性维持到 至少今天这种量八成以上的一个量 那如果说能够去维持到这个 今年25000大概是明后天过后 都能够维持2万张以上的一个滚量 做个实际上工的一个前提之下 那我们还去做到一趟重新的一个回接 那毕竟这个条件还没满足之前 就是说以在今天它的量呢 我想已经扩到比昨天 已经好几倍以上的一个量 那当然的话我们就恶化不说 买在无量 卖在这个叫做爆量 卖在有爆量点 那当然的话 今天它股价创历史新高 量一样创历史新高 就是当下 那我们就先把它去做一个获利落袋 获利落袋 170块钱做一个获利落袋 那当然像文贸这档标题 各位一定都还记得 我们是在从上个月份 5月25号我们当时 直接分享给各位 然后我想我们从5月25号以来 天天跟各位 每天赚你买 毕竟我想以文贸这档个股 我们当初看了 它是做生化家的一家龙头厂商 那毕竟就是说 以它的一个今年度又是 切入这个叫做 这个瓶盖的一个3D感测的 这个新的一个概念的一档标的 变成说今年的一个获利 去年已经来到6块多EPS 今年可以来到8块 明年10块 后年12块 都能够形成比较稳定的一个成长的 一家公司 基优公司 那毕竟我想以这档个股 我们从5月25号当时推荐给各位 那我们甚至在6月1号 6月1号各位你不妨 都各位可以拿起各位的一个手机 看一下我们在当时Lite Act当中 6月1号 当时我们教各位的一个策略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我们要带各位去买进 一定买到什么 所谓的一个叫起涨点 刚刚好做个起涨 尤其是说股价经过回测修正 因为毕竟以我们冒在之前这个波段 之前这个波段它是做个创高之后 创高之后 大概经过两个月的修正 两个月的修正 毕竟从5月25号我们推荐给各位 所以那时候股价也不过才多少 128块钱 然后到6月1号股价134块钱 依然我们在我们这个Lite Act当中 一样持续性恶化不说 直接分享给各位 那当时也是同样 每天就你买 6月1号股价多少 134块钱 我想我们这一路就说从128块钱 然后是6月1号再加码一次 后续我们在这个6月19号 我们又用大概150块钱 又做到一趟重新的一个加码 那后续我想我们到今天 170块钱附近 全面性先把它去做到一趟获利 那这个获利的一个价差 我想短短 一个月的时间价差42块钱 买一张 当你买一张你的获利已经是4万2千块钱 那变成说买个10张 已经在今天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先把42万的一个获利 大概30几% 33%的一个获利 先放口袋 那这是针对文贸的部分 我们今天已经成功 带着我们会员来做到实现获利的这个动作 那另外包括像这个6456这个GIS 我想针对这些相对应的一个一些 瓶盖的一些个股 我想我们 我不晓得我们的观众们 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 尽喜我们带给各位这种标的 都是形成一个叫做 往这个都没有办法去逃脱掉 都是相对应的一些瓶盖个股 那这些瓶盖个股 我想买对主流 就请各位不要再摇摆 毕竟我想我们就说针对GIS的部分 我想到今年度到目前为止 已经做第四趟 包括像过年先第一趟 2月份3月份带各位做体验又是一段 过年的时候2月份再一段 然后3月份我们带各位体验又是一段 4月20号我们当时带各位做个波段的一个操作 价差也超过100块钱 那变成说这一趟我们大概220块钱做个买进 那变成说以到今天 今天形成一个叫小创高之后的一个拉回 那我想这个拉回今天拉回幅度比较大 拉回8块半 那当然话以这档标的现阶段 月线依然都还是做他利手 那今天形成一个叫创高的一个小压回 我想这个都是无碍以他 实际性往上来挑战 他的一个历史高点的一个动作 我想他月经线到今天还是收到安安 多头的一个架构依然都还不做任何改变 那当然话我想以今天 就是GIS的一个部分 外资的一个部分已经上调他的一个获利 今年的获利能来到至少两个股本到2.5个股本 那你反推他现在的 人力比都还是严重低估 那当然话我想这两标的就是说 今天做个创高的一个小压回 多头不变 我们依然都还是做续报的一个动作 那另外我们在今天特别有针对一档 一样凭盖的这个声控的相关概念个股 就是说这个4943的这个康控 那也分享给我们的所有的LINE的好朋友们 那当然各位就是说 你都不妨针对就是说以康控 为什么我们看好他的这个理由 你都直接到我们这个LINE当中去做个 做个观看 那毕竟我想以这两标的 就是说短线上 他这个三个月的一个大 三个月的一个平台整理 尤其是这一根大量 这根大量全面性 去做到一趟突破 全面性做个突破 那这个三个月的一个整理平台 做突破之后又经过回撤完成 回撤完成当然的话 都会是各位后续进入到下一个股票箱的一个 起张点的一个买法 所以我们今天这种高票相对应的一些 基本面的讯息 各位你都可以直接到 我们这个LINE的主页当中去做个参阅 那魏老师我们就说今天我们在昨天有推出一个 就是说针对你最近这段期间 如果说一路回升行情都没去贪到 那我们就说不怕各位赚 我们就是怕各位你赚不到 那我们在昨天就有开放各位 直接来跟着魏老师我们来体验这个世代的一个活动 那我想这个世代活动我们在今天已经切入 一档这个IC设计的一档标的 我想这档高票今天收盘大概涨了2%左右 那当然的话这个都是属于一个叫 刚刚好起涨这种形态这种个股 那变成说你在昨天来不及 加入我们这个世代 这个体验活动的投资朋友们 那魏老师我们在今天再开放一天 你都依然可以直接利用广告这个电话 或者说到我们这个LINE当中 直接做个登记 那后续明天魏老师我们再直接针对 我们帮各位聚焦的这档个股 明天才直接帮各位来探免兴 好那今天节目告个段落 谢谢收看明天见